我再给大家验证一下这个图形学 图形学 我们查一下 矩阵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所言非序 包括我们3D的这些动画 全部都是靠矩阵 无论是平面的还是3D的 都是靠这些算法 你看Transformation 它这就会定义到 Scale的还是Rotator旋转的 看到没有 这是它的一个公式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大学学的 这些公式它合集起来 实际上就是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的矩阵了吗 而且是二元 看到没有 不过我估计大部分人在这块都忘完了 如果各位你要去玩 OpenGL啊这些东西 你就要搞清楚 你看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二D的矩阵 我们就三乘三就可以了 但是三D矩阵要复杂的多 有的时候甚至要用到 你看四乘四 甚至要用到四乘四 好 所以这个大家下来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深入研究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什么是tune animation 就是针对一个元素的这个变换 还有什么是frame我也讲过了 那就是我们的关键针 一针一针的这样一个跳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tune animation的一个例子 我放了这几个图片 第一个是我们的alpha animation 表示更改它的一个透明度 第二个是旋转 第三个是缩放 第四个是位移 我们来一次看一下 我点一下 看透明度就变了 我在旋转一下 我让它围绕这个图片的中心点旋转 它就一直在转 而且我设置了一个循环次数 我们再来去扩大一下 缩放一下 给大家看 它就缩放了 而且在缩放的过程中注意 看到这个字是不是 它为什么没把字挤下去 重点在于它没把字挤下去 可见是什么呢 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个概念 在我们 点错 点F11 在我们Android的这个画布上面 你看 这个是X轴 这个是Y轴 实际上 我们想象一下 它还有个Z轴 每一个View 实际上它是有它的这个Z轴的顺序的 明白吧 也就是说 我们完全可以用两个图形 或者更多的图形 去重叠 去重叠 然后它们在不同的Z轴上 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 现在我是把这个屏幕这样的平放的 然后这个Z轴是垂直于我们的屏幕的 所以我们就会考虑 这样的一个特性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以后我们思维不再受限的 我们学会了动画之后 以后谁说我们的图标就一定要 它 它挤它 它挤它 它说你做一个操作 我可以把这个图像放到我基本上任何一个地方 甚至于来拖动它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要有XYZ轴的这样一个代理 所以它是一个放大 我们也看到了 下面我再来实现一个位移 它在位移了 而且我设置了一个循环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用 这几个 我直接给大家写 写一下吧 我给大家写一下实力 虽然这个 这个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指定一下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会顺便要学一下我们的animation 那么好 我们来给大家实现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给它建一个叫animation demo sandy.animation demo 好 就拿这个 点错 就拿这个主的activity 我们再放上面 放上四个按钮 我们不放图片 放图片当然也行 我放 放一个图片吧 嗯 没拖上来 ok 有这样的一个图标 那么在它的下面 我们放几个按钮 给它们做一些命名 View Anim Anim 什么写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图标 我们叫做alpha 第二个图标叫旋转 Rotate Rotate 第三个叫Scare 放大 第四个叫Translate 移动 Rotate Scale Translate 好 下面我们直接在这里来定义 这四个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我们在这里定义的时候 我们稍微取点桥 以前我们都喜欢干嘛呢 我们都喜欢button 然后 用一点慢啊 button alpha find the view 我们以前喜欢这样子来写 然后去set 他的unclick 我们在这里稍微取一点巧 我这就不去new一个 先不去new一个 我再下头直接去定义一个 animation clip listen listener listener 让他去实现我们的 unclick listener 这样子 再给他定义一个构造函数 这样可以省点券啊 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传个类型 传个什么类型 这个也是一种写法 定义一个枚举 enum animation type 分别是 alpha rotate 还有我们的scale 以及我们的translate 好 这四个 那么我在这里就把这个 每一句类型给他传进去 mation type animate type 好 我在这定一个 定一个私有变量 pilot animate type animate mation type 这儿每次构造的时候 给他附上这个值 然后 在这个地方来进行判断 switch 判断谁呢 animation 就是动画类型 当他是alpha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这下面大家都会了 好 在这个地方 我就不用那个了 我就这样子 new一个animation click listener 然后里面传入 比方我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alpha 对不对 我们就传入这个枚举 type 这样子以后 我们就可以共用了 对吧 免得每次都去重复很多内容 同理 第二是rotate 就是 findviewbyid r.id.button totate sit on click listen new一个animation clicklistener的animation 这款代码还是有点复杂 其他的我改一下吧 第三个是我们的scale 第四个是我们的translate 第一个是我们的 另外一样改一下 嗯 不用一样改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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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他们的事件方法都已经定义好了 那么定义好了之后 我要做的就是在我们click的时候 去定义我们的animation对象 并且去操作我们的那个图标 对不对 那我们那个图标当然是一个image了 我在这里做一下 imageview 定义一下它 icon iconview findview findview id id 好 那我们现在就 就拿第一次来说 第一次这个animation来说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建立一个动画 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我们是什么呢 启动动画用的是什么呀 用的是我们的这个 Image View的对象里面有一个Start Animation 那么我们就要传入一个Animation 这样的一个实例 但是我们看一下官网这个这里 我们的Animation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抽象类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用到它下面的这些类 但是用这下面这些类的时候 我们要来先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些方法 Animation的这个积累的一些方法 Duration这个方法是干嘛的 设置时间间隔 以毫秒为单位 在动画运行的时候时间间隔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Fail Afte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说的是 当转换完成了之后 动画停在结束的时候 那从里 Fail Before 就是转换完成了之后 动画停在最开始的那个时候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Enable 这个Enable和那个 就是转换完成了之后 是Enable呢 还是Disable Interplator Interplator的话 是他说的是什么呢 定义一个Interplator 去干嘛呢 去平滑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动画的移动 这个Interplator 实际上是一个插入器的这个概念 这个后面我们会接受到 实际上它是用来去定义 我们动画中途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效果 比方说它是加速运行呢 还是减速运行 就这样一个效果 Repeat Count 这个是表示重复次数 这个很容易理解 默认的情况下是零 就表示不重复 Repeat Model 就是重复模式 它是用来定义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复模式的 至于有哪些模式呢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得到 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吧 有这两个模式 一个叫Restart 一个叫Reverse 那么Restart就是什么呢 就表示我们在重复的时候第一次一个动画运行完了过后 它不是要进行重复吗 重复的时候它又从头来运行 这个Reverse的话就表示什么呢 它重复的时候是反向来运行 这个很容易理解 不明白当场问 Start Offset是表示启动的时候 它的这个位移时间 意思就是它延迟多久来启动 我们很多时间任务不都是这样子吗 会给它设置一个 就是具体它启动的这样一个等待时间 Set Start Time 这个是设置具体的它的一个启动时间 其实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一个是什么 针对我们当前的时间 作为参照物 位移 一个是感受设置具体的 实际的这样一个启动时间 容易理解 Set Z Adjustment 它说的也很清楚 叫什么呢 设置Z方向 当我们运行的时候 甚至它的Z方向 还记得我刚刚说的 这个Z方向是干嘛的吗 也就是说它原本是在什么 是在最后台的 我们让它运行的时候 可以让它到最前台来 去覆盖 覆盖别的图片 对不对 就很容易去理解 启动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就直接用我们的那个 Transform留下了 启动 现在启动 等等 好 这就是它的一些 这些常用的方法 我们稍微的给它了解一下 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的话 我们还要看一个什么呢 它还有一个监听事件 它还有一个监听事件 叫SetAnimationListener 是用来监听我们动画运行状态的 这样一个监听事件 那么它里面到底监听了哪些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就只有三个回调函数 一个是动画开始 一个是动画重复 一个是动画结束的时候 那么当出现这三种情况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回调这三个方法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监听事件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对动画这个类 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这样一个认识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 真正的来进行开发 那么我们说了 这种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去 因为我们启动动画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在这里面肯定是封装了 我们的Transformation 对不对 我们之前介绍到了这个 那么那里头也就是什么 矩阵认算呢 这些东西 那么下面我们主要要做的 就是定义我们的这个动画对象 那么我们现在来定义一下 看一下怎么来定义 猜都能猜到啊 我们要用alpha动画 就用alphaanimation这个类 animation new一个alphaanimation 我们看一下它的构造函数 我们看一下它的构造函数 那么在这个构造函数上面 第一个是attribute 就直接是一个属性集合 这个我们不管它吧 这个因为所有的那个类的都可以形成这个样子 属性集合 这个属性集合里面到底设哪些属性 我们不清楚啊 因为这是公用的 我们就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他把属性给脱离出来了的 具体我们在构造说要有哪个属性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只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什么formalpha 一个叫toalpha 能理解吧 而且是浮点的 就表示什么呢 从哪个alpha透明度到哪个alpha透明度 那么它要求是在0和1之间 0就表示透明 1就表示不透明 哦那这么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 好 那么 new一个alpha animation 那么formalpha的话 我们一开始是1 我们给它设置成0.1 从1到0.1 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了 为了表示它是个浮点 我们在后面加个f ok 这样我们一个动画就定义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动画给它传进去即可 都就是在5个产生里边 就好像在5个产生里边 在5个产生里边 再接近 再加速度 5